首先是刘丁硕发球 发抢是洗心的优势环节 但这个球我们看刘丁硕 直接回了一个直线 回到了洗心的正首位的大脚 比赛开始我们看到 年轻选手刘丁硕呢 就是积极地调动自己 连续地正手拉 这样就进入到洗心的节奏 纸板选手基本上是靠正手打天下 虽然确实现在也有这个 纸板横打的技术 但是正手呢 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本 尤其是正手暴冲 确实很有穿透力 感谢观看 这个球我们看到 就是说 刘丁硕 其实他的思路 还是比较正确 就是压住洗心的反手 一旦洗心要侧身的话 就回到洗心的正手位 这个球就是刚才 我们说的战术思路 压住洗心反手 一旦侧身 马上打正手位大脚 你看这一侧 正手位大脚 这个角度是洗心最难受 也的确是无法顾及 所以洗心要想办法 一旦要侧身 要尽可能地提高单板质量 要能够一板过 直接得分 快 快 好 好 开门 开门 来 来 来 好 大家看这段时间 首先在揭发球 喜讯是加强了控制 另外你一旦是 正手上手的情况之下 还是提高成功率 因为纸板实际上 从传统优势而言 纸板还是以快攻为主的打法 强调前三板 虽然喜讯从他个人特点和能力来看 他不惧相持 但是还是要打出纸板的固有的特点 好球 漂亮 这喜讯呢先是挑一板 我看一下这几分 喜讯的这个衔接 还是非常流畅 心愿ey 应该是 优优独工 看双方他相持 对攻 精彩 看一下接下来许新的发抢 高抛 这个球大家看 许新发球上是高抛发一个正手短 但是刘丁硕早有准备 提前到位是准备用反手拧的技术 但这个球毕竟他的脚步被许新调动 率先调动开来 许新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10比9 继续高抛正手短 关键时刻还是许新的发抢 发球 这两个球的质量都不错 11比9 许新赢下了第一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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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伤 最后得分多的合作到这些 大力还给他撑 然后让他直视有什么正确的事 老子以外就赶 对啊 你 除了反手追着影响他就给他撑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给他撑 你也让他动 你都让他直接算了 好玩或是个灯带 然后我冲着妈妈的 那里的他就很大 包括吉他那里包包一下 中文字幕——YK 好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二局 其实第一局呢 整体来看还是打得非常的胶着 我最后的关键分 喜讯连续两个发抢得手了 一般来讲呢 对于年轻运动员呢 现在这个正手短球啊 处理起来确实是一个难点 如果是采用这个白短 搓接的话呢 没有什么攻击性 另外呢控制的可能不够严密 所以像刘丁硕呢 现在采用的就是提前到位 哪怕是正手短球呢 也用这个拧拉的技术去应对 对于年轻运动员呢 对于年轻运动员呢 中文字幕志愿 好球 正手拉直线 中文字幕志愿 提前到位用拧拉来对付 应该说目前效果还可以 这个球逼得刘丁硕退台 只能是招架 乒乓球当中呢还是看谁能够主动上手 这个积极主动啊 谁先进攻 先立于主动 占据了有力的地形 好的 一般情况下就是 在广大球迷的这个印象当中 应该是横板选手的相持会更好一些 但虽然普遍现象的确如此 但是有个体差异 喜新呢在纸板当中呢 的确是有他的特殊性 推到中远台他的相持能力还是很强 这球我们看就是许新的发球啊 也是长短结合 这个球是许新已经算好了 发一个高抛 正所谓长球 给对方直接进攻 但是等在那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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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好 好的 好 5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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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百短 还是刘丁硕主动上手 继续放高球 刘丁硕很顽强 连锤两分 刘丁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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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又到了关键分 看看许兴的发抢 这个球我们看 许兴发了一个高抛 发到对方的反守卫长球 许兴拿到局点 这次又变到正手短了 11比7 所以大家看就是许兴到了这个关键分 他的发抢还是很有把握 来 这次又变得很高抛 他现在有一个是等 他这一局没有太有用的测身 所以你拉两个以后 明天感觉他不失恋的情况 所以你拉两个以后 你拉两个以后 明天感觉他有测身的意识 他就在一边 他就在一边 比如说小球 清晰到他正常 毕竟是他选择在那摆 他随便拿着你 他就拿着你 包括现在晚上 猜中的手 就拉手 直接拍过去 跟他跟手 直接碰过去 直接拉手 刚刚球过来找跑 那就是把中间的距离 然后最大的一个色点 就是让中间的距离 和他大约的距离 怎么不距离 你太差了 我有点把你踩 因为踩了好像太少了 这些花球 可以先打箱子 把一步打到一边 不然都没有 没必要 可以上来先从朋友打新 這個时候有效果好 他还有机会 让他们要评 还有要评 比赛过程中请关闭闪光灯 比赛过程中 供您信物卡提醒您 请关闭闪光灯 地阵双方也是一直在斗智斗谋 首先从发球上不断地球变 就是乒乓球比赛 就是看谁战术意识更好 变化更多 变在前面 另外一旦对方变招之后 你的应对之策是否正确 对方变化更多 谢谢大家 本次南洋战的乒乓球直通赛呢 打到目前为止男子单打 八分之一决赛没有出现冷门 四比一 对方变化更多 现在很显然的我们看在这个控制球方面 刘丁说呢 还是显得不够细腻 你看现在 主要刘丁说还是无法解决这个正手短球 之前呢用过这个提前到位 反手拧 但是呢 这样做呢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容易失位 必须要有更加敏捷快速的步伐来做保证 那么一旦要控制的话呢 要回短 这个球呢 往往又控制的不够严密 不够严密 加油 加油 还是发到正手短 紧接着第三板就是调打 加油 加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面对自己失误球 及时地做出一些总结 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习惯 可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这也是减压的一种方式 看双方对攻 漂亮 还有 就是这个球呢 刘丁硕又是用他这个反手拧 就是正说短球去提前反手拧 用这个办法呢 渡过了难关 并且把分差呢 缩小到了义分 过来 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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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 一旦要逼迫许新退台的话 刘丁硕还是有足够的信心 因为基本上刘丁硕是占据主动 在赢前 许新是在被动防守 虽然他也接近全力 希望能够反拉 这个球 这个球线路和速度结合得非常完美 企心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继续高抛正手短 好 我临丁硕现在 用他这个反手拧去接正手短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效果还可以 所以许新在这个旋转上还要有变化 临丁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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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分 出来 哦 刘丁硕 其实这一局刘丁硕打得足够顽强 一度呢还拼出了机会 很可惜还是功亏一篑 十一比九 喜讯三比零领先 进出去 稍为更加大的 我勇敢刘丁硕 丁硕 丁硕 你跟我白总共来一把发手, 你白总的黄蕴, 然后上一把, 然后加速自己, 就把直发手, 然后自然自己发手, 对吧, 撤去, 那没有人太快。 你一点点水攻击, 啊, 我确实不错, 我才不错, 就要努力这些乱扎, 因为, 我确实不错。 哪里是一把, 多左位紧。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 2021年乒乓球直通系列赛南洋战 男子单打八分级决赛 洗心对阵牛丁硕 前三局是洗心三比零领先 现在看第四局 看看刘丁硕在这局能否决定反击 好的 开局不错 三比零 很连贯的进攻 斜线和直线的结合 对洗心来讲 依然要保持专注 这个第四局这样的开局 对洗心现在压力比较大 很漂亮 很清楚的直线 回到了洗心的正守卫大脚 这样一上来 第四局 刘丁硕6比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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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是机会 不错 化被动为主动 刘丁硕 连续进攻的过程当中 稍稍有一板 偏于保守 这两板是主动 但是看刘丁硕 他在反手 防守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加力 白短一板之后呢 再调打 点爆冲 虽然这个开局是0比6 但是随后喜讯呢 慢慢地 找到了自己的球感 这个第四局的开局啊 感觉喜新还是有点放松 喜新是重新上进发条 现在看看这两个发球 这个球运气不错 一个擦边 从这一集我们还是看到了 喜新呢 作为一名老将啊 他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过硬 即便这个开局0比6 但是能够稳扎稳打 现在逐步到中局 追成了军事 刘丁硕这边呢 刘哥正教练是要了一个暂停 我们看到现场啊 整个气氛还是非常的热烈 乒乓球就是在中国啊 绝对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而且呢 接着到目前为止 我们中国乒乓球呢 是不愧世界第一的王者之师 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有116人 产生了116人的这个世界冠军 获得过244枚金牌 啊 就是在这个三大赛当中 奥运会世界杯和视频赛 好的 喜新现在越战越勇了 这个对刘丁硕确实是沉重的打击 大好局面啊 这个第四局 现在6比0被追到7平 反超了 Line a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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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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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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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podcasts 喜新乘胜追击 9比7 主动侧身攻直线 而且又到了喜新的发球 现在喜新局面非常有力 10比7 拿到赛点 其实这一局 对刘丁硕来讲 是非常的遗憾 从综合实力 包括临场的状态 喜新 就是刘丁硕要想暴冷的话 确实难度很大 但是这一局 其实有很大的机会 11比7 这样的话 在第四局是喜新逆转获胜 从而4比0横扫刘丁硕 同样杀入到南洋战 男子单打的八强 好的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2号还即将对战的是 周瑜对阵梁静坤 就是这一局对刘丁硕来讲 要开局6比0 但后面只得了1分 也就是说6比0之后 基本上就停滞不前了 被喜新打了一个 是1比1 1号台即将进行的 对阵双方是 刘北 对阵刘诗文 主台刘彦华 国际级 5排 就不用操作了 关键 2 感谢观看